10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确诊武汉肺炎 替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投下震撼弹 川普宣布确诊后引来各界的关注 像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日本首相菅义伟等人 纷纷写信誉推文给川普 祝福他早日康复 就连俄罗斯总统普廷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致电向川普问候与祈祷 但川普确诊后却也引来不少讽刺与抨击的声浪 像是美国引心苏菲亚布希就表示 染疫是川普不戴口罩失职而得到的结果 对手拜登因为与川普才刚举办完电视辩论 于是也前往检验 宣布检验结果为阴性之后 拜登频频发出狂言 甚至在推特发文 在一个月后可以称呼我老婆为第一夫人 实际上在川普确诊后 美国总统大选的民调也悄悄出现变化 英美智库民主研究所和英国 周日快报调查有投票意愿的选民后 共同宣布川普染疫后最新民调显示 目前川普全国支持度有46% 而拜登有45% 其中在佛罗里达 爱荷华 密西根 明尼苏达 宾夕法尼亚 汉威斯康星等六大摇摆州的部分 川普有47%高于拜登的43% 双方差距没有改变 在川普确诊后有62%的选民表示同心与关注 38%的选民认为这是他应得的报应 投票意愿的部分有68%的人认为不会影响投票意愿 有19%的人表示更有可能支持川普 另外则有13%的人表示不太可能支持川普 该民调单位曾经成功预测过川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以及英国脱欧的结果 除了民调之外 拜登团队的行为也受到影响 他们在批评川普时必须更注意用词 否则会让选民认为拜登在幸灾乐祸或者是缺乏同情心 接下来的竞选过程可能会因为川普染疫而聚焦在疫情问题上 10月15日将举行的第二次辩论会也可能延期或改为线上举行 此外在外交上也因为川普感染武汉肺炎造成原定的外交计划声变 像是美国国务卿蓬佩欧原本要在10月4号到10月8号进行亚洲访问 预计要访问日本、蒙古与南韩 后来改成只有访问日本 蓬佩欧在6到7日将会在东京出席日美奥印四国外相会谈 届时也会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会谈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外交顾问伯恩斯则表示 不排除中国会利用这段时间打压台湾 或者是俄罗斯在东欧造进的可能性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则认为 身为民主国家的美国政府运作上有一定的机制 并不会因为川普确诊而有太大的影响 不需要过度担心 目前川普正接受瑞德·西韦的疗程 他在推特上发布影片 表示自己的病状有明显改善 他认为透过这次染疫 确确实实的学到更多有关武汉肺炎的事情 感觉就像到学校上了一课 但川普就算染疫了也挡不住他的疯狂行为 他确诊后违反规定搭车在医疗中心附近出面短暂绕行 虽说是要给川本们惊喜 但川普的行为立刻引来各界批评 认为这样子太过危险可能会造成疫情的扩散 不过白宫的医疗团队对外说明 目前川普的状况已经好转 未来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 拜登团队的应对和美中关系的变化 将会是接下来各界持续关心的焦点